大家好 欢迎来到翻版之家 我是大卫王 昨天我们讲了 纯小白纯新手 应该怎么样去选版 今天我们 接着来讲应该怎么样来选翻 对于纯新手来讲 尽量 选择 偏向 进阶的自由滑的翻 什么意思呢 这一类翻通常来讲 翻骨不会很多 重量不会很重 速度不会很快 起滑不会很慢 然后 翻型不会太极端 我们不推荐买所有带夹的翻 带夹的翻一般是比较贵 比较重 比较容易坏 比较难操控一点 对于新手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尽量不要选择 无加竞速翻或者是浪翻 浪翻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浪翻的话 其实小尺寸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 关于尺寸 我们看我们的体重 如果你的体重相对比较轻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4.5 或者甚至是4.0 到5.5 之间的一个 范畴的一个翻 进行初学 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 你可以选择一个 5.5 到6.7 左右的一个翻 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去 根据你当地的 风框 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你当地的 风框 常年来讲 平均风力比较弱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 5.5 到6.7 之间的翻 如果你当地的风 总体来讲 是不错的 比方说我们说 常年是可以大于10节的 那么我建议就可以 选择一个 4.0 或者4.2 到 5.5 之间的翻 如果 你是体重比较小 力量比较弱 或者是青少年 你也可以选择那种 专门的青少年翻 专门的青少年翻 比方说 会有4.0 到5.0 之间的 甚至比4.0 还要小 当然 整整体上来讲 我不是特别推荐 选4.0 以下的翻 因为 在国内的话 很少有机会会用得到 以后 过了初学阶段 可能基本上用不到了 呃 我也不推荐 大于7平米的 翻 因为尺寸 太大的话 会有以下缺点 第一个 你上岸下岸会不太方便 会容易造成损伤 第二个 它的操控性比较差 虽然有可能你当地的风比较弱 你可以用这个翻进行一个正常的航行 但是你在练习转向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 被动 然后 第三个呢 当我们彻底入门了以后 入坑了以后或者说 还是 需要有一面小翻的 以应对我们在遇到风 旷比较大的时候 最后呢 是关于是买新的 还是二手的 这个事情 对于 对于纯新手来讲 实际上我是不推荐 自己去买二手的器材 比方说是在咸鱼上 因为对于纯新手来讲 这项运动的了解 是完全是一个空白的 存在很大的信息 信息差 在这种情况下呢 比较容易 买到一些自己不合适的 甚至说 会踩到一些坑 买到一些 虽然看起来价格不是很高 但是性价比其实很低的 器材 但是你买新的东西呢 总体来讲你踩坑的概率 可能会小一点 有人 就是说我们 第一面翻 买一面稍微好一点的翻 还是说稍微差一点的翻 还是说普普通通的翻 嗯 其实我建议的话 实际上可以买一面稍微 好一点的翻 一点的翻可以让你 体验会更好一点 让你在初级阶段 比较难 度过的 这段时间里面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也可以 有效的提高你的一个训练效率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太明白的 或者说看到某一套器材觉得 自己拿不准 适不适合自己 你也可以来私信来问我 可以来添加我微信啊 或者是在 视频 的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今天的内容就带到这里 大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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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